有一道美食烤鸡 然后想要好吃 需要提前腌制 腌制呢最好控制空气流通 所以很多老师傅进屋之后 都会从里面把前面给封了 就从后门出来 结果这个学徒都不懂啊 总是从后门进来看看腌制怎么样了 回头老师傅一看 哎呀怎么全都长毛变质了 于是就骂道 你总总后门都漏了 你这腌坏了 重新腌一次吧 你是烂屁 你骂谁 谁刚抢我就骂谁啊 你这个小王八蛋 我不理你 你是阴阳的 我抄你全家 我抄你全家祖宗十八代 阴阳人烂屁 三连家国主持人 今天刚刚一夜报复 这里是二十年 冲击一百万粉丝目标数 打不住过一零 今天我们来讲讲金星 没错啊 毒蛇怼毒蛇 无良对无良 有人问怎么回事 金星老师不是内鱼之光吗 不是被封印的正能量吗 不是张嘴怒嘴假丑恶的金姐吗 前两年不是挺火的吗 这几年说是重回线下组团 其实就是因为敢说真话 被用空了呗 你们有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 有的扣译 那么真实这个事情更可以说了 金星老师可真实了 真实到这次直接碰底线了 而且这一次 可能他认怂都收不住场子了 同志们啊起来 事件起因是之前在某地国际知名舞蹈边缘艺术家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娱乐圈毒蛇军母人 靠着真实在圈里红虫之状的老艺人 金星谈上事了 10月22日 金星在自己的主页 直接点名道姓了 广州市文旅局审批处的处长宋某 说是自己于12月份的演出 怎么就无缘无故的被毙了呢 然后扬言说 请给出真实的拒绝审批理由 并出示上级部门的红头文件 否则请不要公权私用 哎呦说的这个严重呀 就是说自己因为这个宋处长的个人原因 他不喜欢 所以就直接毙了他的申请 然后金星又说 我相信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同一个政策管理下 为什么已经在全国各地巡演了四年之久 并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剧场演出 到您这就给拒绝审批通过了呢 请予以回复 谢谢你看看 这一通姬阳慷慨催人尿下的陈词 哎呀 一个被权力小小的任性所迫害的 可怜老艺术家形象 就跃然直上了 当然很多金星的粉丝因为金星长期给自己塑造了一个真实的 所谓的形象 结合了很多人有意无意的在灌输一个 金星因为真实被迫害导致了被血藏的这么一个印象 这就了不得了 但是你想想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于是又是万能的网友直接爆料了 说一月份在一场舞蹈表演过后 本来是一二三四五 跳完了 然后说几句刻刀话 鞠个弓下台 收钱 走下来就拉倒了 结果金星可能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老艺术家 是吧 在古代时期一定是那种掌握了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 起码不得是那个宣旨的尊贵身份呀 这么有地位的人 高地得整两句 于是网友就爆料了 他在现场插旗了 插了一面彩虹旗 这彩虹旗跟彩虹堂的不一样啊 刻不一下 彩虹旗就是LGBT 中文用名彩虹族 彩虹族群 性少数者等 一般指女同用恋者 男同用恋者 双性相者 跨性别者和酷 查看我的节目都知道 我对这些人的立场一向是尊重 但不理解 包容 但你不能够宣传 既然是小众圈子 就请回到你的小众去 不应拿出来做宣传 更不应该对新智还未成熟的青少年去宣传这些东西 这是最底线的问题 同意的扣一 你自己的事情不应该扯着别人为你买单 而很不凑强的就是 一些以境外势力渗透的所谓LGBT人士 打着所谓的彩虹幌子 试图在我国内兴风作浪搞狗屁的正确 而金星作为国内老派跨性别者 自然被这些人封为精神领袖 当有人这一金星说 你怎么在现场插持的时候 金星说 轻者自轻 敢做敢当 今年1月13号 在太原大剧院舞台剧表演日出的演出结束后 谢牧师 一位男青年举着彩虹旗大喊 啊 金星你看这个 然后就涌到了台前 引起了所谓的观众的骚动 这时候金星及时上前 从他手中抢过旗子 安抚了现场观众的情绪 然后向身后扔掉了旗子 带着演员继续完成了谢牧 你听他说的多么义正言辞 然后还有呢 事后各级管理部门 对此事件进行了详细严肃的调查 并给出了公影的结论 因此之后 金星在全国各地的演出活动都正常进行着 从未受到任何阻碍和据审 所以这次广州演出爆批文件的拒收 才让金星发起了问询 整个事件就是这样的 金星表示 蔑视和不屑任何网络上的乱带节奏和混淆视听 你们听金星这个解释 觉得有问题的口译 觉得没问题的口译 说的挺好 一个老艺术家的从容 但是事件真相 真的是这样吗 好在是现场流出的视频 金星老师说 自己是看到对方涌到了舞台前 然后他判断这么近的距离 万一引起骚动总的办 自己又没有特朗普的那个身手 于是他上前抢过了旗子 安抚了情绪 然后扔掉了旗子 看起来流程上没有啥出入 但是 我们是不是看视频发现 金星的位置是不是离了台下 大概还有几米的距离的 金星是主动跑过去接了旗 这是第一点 所谓的安抚情绪 你哪怕把这个旗子收过来 是不是 叠起来 我想也没有人跑到台上自焚去吧 而且也不会有人觉得这么做会处理适当 毕竟你自己就是一个跨性别者 我们也见怪不怪 再或者你说过来直接扔也无所谓 还有辩解的余地 同意的口译 可是你金姐怎么做的呀 人家直接就喊了口号 哎呀妈呀 你这叫安抚呀 你就是打个比方 我看到独自在那边比比话话 是不是 说咱们国家怎么怎么样 你不去制止还责罢了 是不是 你还要高低跑过去喊一句 他说的对 你除非打心底里就任何这种行为 否则谁会就违心的表达自己不接受的底线观点的 你叫钢铁直男吴京去支持小彩虹琴 试试 他连一些男的男女性物也都分不明白 对不对 所以金星老师明显是公开支持战队了 他不装来探牌了 还在这轻者自轻 啥轻 但轻 我还带黄呢 那么下面还是介绍一下本期的名项产品 之后我们再来聊聊 为什么金星这次触碰底线了 又懒又想编帅的兄弟们 海洋制造为咱们专门研制了一款新品 海洋至尊全浓乳 它是一款让你省去水乳精华面霜的全浓产品 不管你是油脂分泌旺盛 粗糙暗沉 还是干燥紧绷 它都能帮你全面改善肌肤状态 简单来说 这是一款六效合一的产品 核心成分 神经氙氨离子 伊克多因和泛醇 真正做到了28天有效改善肌肤屏障 另外还有2%的自研专利控油组合物 以及八重泼尿酸 全方位调节水油平衡 你再看它的外包装 线条流畅自然 科技感强 它的质地也是非常轻薄 一抹化开 上脸感觉冰冰凉凉 很容易被吸收 涂完之后皮肤轻松变得水润有光泽 这还是一款美修全绿的产品 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 都可以一瓶轻松搞定 主打一个简单高效 购买链接放在知情评论区了 信品上市 还有大额优惠券可以领 放心冲兄弟们 其实毫无疑问 金星女士似乎是混淆了一个概念 就是多地政策不一样 执法宽度不一样 这也就导致了其结果往往也是不一样的 我就换句话说 就是你觉得在这个地方办了什么事情 在其余的地方一定没问题 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尤其是在文艺审批这一块 你在其余地方演出 在广东被拒绝 你有没有想过 这并不是你这个演出这个节目本身有问题 而是你作为团长触碰到了底线问题 导致了你整个团都无法在广州演出呢 更有阴阳观点的扣一 所以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在自己的主页 指名到性的挂一个素人这种恶劣行为之田呢 有没有考虑过 出了这件事情是你自己的原因呢 你在别的地方没有举过彩虹旗吧 所以让你过呀 但是人家不让你过也正常呀 谁知道你会不会又来一个举旗事件 到最后你给别人制造出麻烦来 你自己是拍拍屁股跑了 留下了一地鸡毛 让别人替你收拾 上妈 你精心舞蹈团 兴赵啊 我很牛的钱 比如说我不拿任何一个赞兴 我把那水的钱 这可我自己的能力养 你都能到处 要知道你举旗可是不会触碰法律的呀 而且你还会获得一帮子那什么的大力支持 你名利双收了 然后造成的负面社会舆论啊 谁买单啊 相关部门 所以人家基于已经发生过的基于事实层面 所做出的风险防控 怎么就不可以了呢 为什么别人给过就你不给过呢 对不对 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啊 你不能说因为我是国内跨性别的翘楚 所以一切都得给我让位吧 我记得魏忠贤明朝时期就已经死了呀 那么话说回来 为什么我们要抵制彩虹旗 对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要抵制彩虹旗 我也不怕得罪人 西方的垃圾思想就麻烦滚回西方去 对不对 首先有人说我国排斥那什么群体 这是很明显不对的 我国法律已经很含蓄的在保护这部分人的合法权益了 其中就像什么议定监护等等等等的 就是针对这包子群体 其实我国是在一步一步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 但是这个东西它又不是一蹴而就的 更不是盲目学习西方LGBT那一套 直接搬过来就能解决的 事实证明西方那一套啊 除了沦为了政治工具干扰甚至破坏他国社会稳定秩序之外 毫无用处 其本质目的就是在于分化瓦解 他国社会根基 LGBT男女对立 恨国党之类的手段 其本质上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 西方在乱我国本的政治武器 这是在新时代通过公知带路和武力干涉都无效之后 最新型的肮脏手段 同意的扣衣 而西方在自己国内的LGBT问题上就已经走得很离谱了 你比方说我举几个例子啊 某男性举重运动员干不过同行怎么办 然后就把自己善了去参加女子比赛 结果还比不过女子运动员 呵呵呵白善了 又是一个死太监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是吧 还有金星你自己跟小乙之间的互动频繁都出新闻了 结合这次的小彩虹旗 你怎么敢做国内第一人呢 还有百味代言人狄伦马尔瓦尼 主打一个切换自如 人家更狠 人家直接一刀不切 凭借着男性生理构造去直接代言女性用品 并且又以女性的身份直接进白宫演电影了 加拿大网红凯拉 本来就在学校是一个郁郁不得志 即将被辞退的教师 结果进了这个组织之后 直接给自己配置了两个顶级的这招杯大兄 然后就凭借着这个身份 直接也不会不得志了 学校也不敢动他了 关键是他只是在学校保持这个德效 人家放了学直接就变回了 纯爷们 好家伙你在这卡巴克呢 最最扯淡的就是今年的奥运会开幕 哎呀我就不说了是吧 简直麻了 牛鬼蛇神狙几地 不好意思 你心事开放 不要紧 你去西方 我中国眼 我觉得辣眼 我不想理解 我不想包容 你有这样那样的什么权利 我也有不喜欢的权利 我不想我们以后的日子里面充斥着这种人 还是那句话 小众的就麻烦回小众去 有病的就赶紧去治病 天生的你就做好你自己 对不对 你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互不干扰 你不要在公众平台去宣传这些东西 就可以了 大家相安无事 你说我危言耸听 我告诉你 如果这种东西放任不管的情况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美 版本先驱了 孩子在学校期间可以不通过家长同意 甚至不经过家长之情 就可以在学校里面进行性别选择 要知道孩子这个时期三观都没有成形 你这个时期给他宣传 小弟弟你可以做小妹妹 小妹妹你可以变小哥哥 这些东西还不让家长知道 甚至做手术都不需要家长同意 荒唐吗 这都令人发指的口归意 这里面难免会发生极端的例子 弗尼基亚的一所学校里面 思考特史密斯的15岁女儿 遭受到了一名穿裙子的男性的性侵 而这就发生在学校女厕所里 结果这个父亲一气之下去找学校理论 却不想被扣上了一个反跨性别人士的帽子 被美国条子打得是满脸是血呀 直接就给扣走了 听明白了吗 在政客们眼里 LGBT只是一个工具 它可以很正确 哪怕是违背社会伦理 哪怕会搞乱社会秩序 哪怕会黑白颠倒 只要能产生效益 更可悲的事情是 某男跨女在美国校园 进行了真人生穿越火线这个行动 事后白宫方面发言人 偏儿跟个没事人一样 反而声称 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 导致了跨性别社区深受攻击 为他们感到难过 可是你要想想 因为这个穿越火线 是下线了很多师生 谁又替他们感到难过呢 这种美式中学的事件 还有很多 关键是已经到了魔症的程度 要知道这种跨性别 已经发展到 不只是跨越男女 甚至跨越物种 只要我不是个男的 我强行跟女人发生关系 我就不会被惩罚 因为我是沃尔玛购物袋 因为我是伊拉克坦克车 因为我是叙利亚酒瓶子 那么法律 就会在犯罪面前不值一提 有权有势的人 只需要性别栏 随便一写 量刑标准 就可以由刑法 变为动物保护法 觉得可笑的扣个衣 再进一步 我填个纸巾塑料袋 连动物保护法都不用了 是吧 环境保护法 乱丢垃圾 罚你十块钱 所以LGBT 不是狭义上的同性关系 而是广义上模糊了 人人 人兽 人物 有机物 等等之间的联系 拆解重塑 是西方阵营 意识渗透 以及颜色革命的 重要手段之一 而郭亦林在这里 我就给大家说一个可怕的事情 伴随着金星事件而来的 首先是由金星 所打头阵的 所谓的LGT排头兵 他直接就打名牌 他又不装了 而且金星这个人很贼啊 他举的是广义上LGBT的旗子 却只喊关于同性方面的口号 坏呀 真是坏到骨子里了 一般人其实对同性问题 没有那么大的敏感度 是不是 都挺包容的 起码就是我不理解 但是尊重 但是金星呢 就利用这么一份信息差 就鱼目混珠的 逐渐扩大范围 坏呀 但是话重点 我们对演艺人员 除了艺术上的要求之外 其实还有宣导正面价值观的要求 尤其是正确引导未成年人 这个是有正式文件的 即演出行业 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是行 所以你金星在公开场合 举彩虹旗 放彩虹屁 那现场有没有孩子呀 演艺人员 根据相关条例 是不得出现违背伦理道德 或者社会公序良俗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形的 那么你们觉得金星词举属于违规的扣一 不违规的扣二 其实这一期说的还挺多的 通篇其实就只是一个意思 LGPT不属于中国 请滚出中国去 我不希望我以后的孩子 我们的下一代 受到这种垃圾文化的影响 搞得男不男女不女 我也不信我的孩子 从小被灌出仇恨仇视异性的思想 我希望回归到那个最为朴素的那种价值观 我不希望社会充斥着各种牛鬼蛇神 说白了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 后辈能够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 你说为什么不说中老年 中年人每天养家糊口 赚钱就累死累活了 还搞那坨玩意儿啊 能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侵扰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老年人 退休金多了 吃饱了 撑着他搞LGBT啊 跳跳广场舞他不香啊 一见三代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